情感世界里经常听人说 辛辛苦苦养的好白菜让猪给拱了 说明好女人一般都会有好男人喜欢 以前都有这样的感叹 好女人被猪拱了 现在却有一些女人便宜的如大白菜 没有猪来拱 却渴望被猪拱 男人在选择女人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不要吵衰选择 看看你身边有这样的白菜吗 一 异性朋友太多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 女人缘不好 异性缘却很好 就喜欢结交一些陌生男人 和多个异性搞暧昧 把你迷得团团转 她们就像廉价的大白菜一样 渴望被拱 二 张嘴就谈金钱 不谈感情的女人 有些女人眼里只有金钱 拜金女郎 在你男人有钱的时候 对你百依百顺 一旦你没有钱了 对你百般刁难 百般瞧不起 这样的女人 见到有钱的男人 就往人家身上扑 和你从来不谈感情 你有钱 她就会对你说 有多爱多爱你 其实并不会付出真的感情 这样的女人 即使结婚了 婚内也会出轨 背叛婚姻 三 出卖自己长相 骗取男人的女人 有些女人 天生就爱打扮 打扮得花枝招展 一般这样的女人 身材都还是很好的 只看外貌的话 是个美女 这样的女人 是不会甘心寂寞的 她会主动出击 勾打男人 卖弄风骚 就是她的明显特征 有姿色 有身材 还会卖弄风骚 捎手弄姿 让那些想偷心的男人 就会上钩了 这样的白菜 最喜欢被拱 其实生活中 这样的女人 也有很多 很随便 需求强烈 往往表面很纯洁 其实内心很渣 男人一定不要被骗 要远离这样的大白菜